教练评价徐于,打球特别有灵气好,就是这么打8月3日记者推开科乔中学乒乓球运动基地的大门从里面传出阵阵喝,台声正在积极备战,第18届全国中学生乒乓球戟标赛的小选手们打得热火朝天川,这也是美粉色T恤的徐于微笑,看着场内的比赛,时不时与队友交流着这位面容清秀,细致温婉的女孩就是我们采访的主角,就在几天前徐于,收到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录取通知, 他也成为迄今为止,绍兴是唯一一个用乒乓球打,进北大的学生徐于,来自上于,今年19岁惊险的乒乓球高考,北大离我太遥远了根本就不敢想,徐于从球场上下来白皙的肌肤透着灰汗厚的红润说起梦想他双眼,一一声辉回忆军,年1月参加北大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考试的场景徐于还是有点后怕,在8进4的对抗,赛中我差一点点就输了,在赛场上第一局徐于就,二对手以11比5的大比分打击紧急, 接着第二局他又处于劣势,那时他的心白转千回想到的是冒着寒风在考场外等候的教练和父亲,有着充分比赛经验的女孩姚姚坚持着睁大双眼,紧盯对手的球路落后,平分,领先,平分,落后,在这样的循环中比分胶着上升,在比分达到17比16的时候徐于抓住了机会以18点16分,艰难的扳回了关键性的一局调整, 好心态的他抓住这次8平比分的好势头最终一二,一扬手挺进4强并最终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按照北大给予的招考优待政客,高考文化可只需达到二段分数线,而徐于,却已超出二段线92分的优势成功扣响了北大之门,据了解北京大学每年面向全国,通过乒乓球高水平运动员考试的形式招收的,名额非常有限, 男子领导两人女子领导两人,今年北大在此向进录取徐于一位女运动员,而且还获得了志愿任选的优待条件徐于和爸爸初二就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场上三分钟场下十年功一颗颗上下跳跃,飞舞旋转折的白色小球,见证了徐于把青春与激情,飞洒在球场上的日日夜夜考试前,徐于因为训练强度较大腰际力量跟不上出现腰伤,在进行了简单的J9治疗后他既续投入到大强度的训练中要摇坚持, 这或许也因为如此的刻苦,才让带了他三年的郑和善教练有了带他去冲刺北大的底气郑和善说,即使是在去北京前的那一刻,我们对成绩都是没把握的,但还是要去冲一冲因为徐于有这样的实力只要发挥好就有获胜的希望,我带了他三年徐于在打球上特别有灵气,看着爱图郑和善的脸上一直露出欣慰的笑容他说,2015年徐于乒乒乒乒乓球克成生的身,奔进入科桥中学当时郑海中学,上渔的高中都向他说, 他抛出了改缆之在中考前徐于的比赛成绩,一直稳居该年龄组全省,第一徐于在初二十就获得了人生中第一张国家一级运动员资格证在徐于短短几年的打球生涯中,这样的资格证就有四张高中三年徐于,多次获得浙江省单打,双打以及团体第一名代表学校或浙江省,参加全国比赛或团体第二名,单打第三名等加季 并在2016年5月,代表中国参加亚洲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获得双打 第三名的优异成绩徐于和教练从小学习能力特别详,作为体育科长生徐于在高中阶段的学习属于文化课与乒乓球两条腿走路的模式,我们一开始也是可以选择走专 叶运动员路子得到孩子自己喜欢读书,而且我认为体育训练重要文化素养也一样重 要下午两点,徐于的父母特意从上语赶到学校本身就是高中物理老师的爸爸对徐于的文化课很是重视徐于的妈妈是初中数学老师或徐也是因为家庭文化氛围浓厚徐于的学习能力 从小就特别强再加上个性上的独立,中考中徐于的文化课裸分成绩已经达到了科桥中学实验班的录取分数 实现我们也没有想到孩子最后能够走得这么远,一开始只是担心他眼睛近视,才给他报了乒乓球培训班 父亲徐志良一直盯着女儿的生女妈妈吴立文泽默默坐在一旁,用眼睛封锁孩子的步 他虽然在高中时期大量的训练,让徐于的文化课成绩有所下降,但达到北大设定的二 断线对他来说并不难在高考前的三个月徐于全力,进行文化课补习最后,在高考中考取了582分的成绩 超出二段线92分,徐于在训练父母,陪伴是最大动力10年的球场生涯 让三口之家缺少了许多假期的陪伴 每个周末父母都会从上雨赶到科桥来陪伴一训练 无法回家的女儿看一看女儿的训练聊一聊情时,的学习给女儿做上几顿丰盛的餐食 说起女儿从小训练的苦妈妈吴立文一直想忍着心疼,经常回家连手都抬不起来脚底无数次的磨破皮,结起了厚厚的老茧 我除了心疼,能做到的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照顾妈妈的眼 李分明已经有了内花一边的徐智良 看到妻子有些激动,就说起了徐于腰机力不足的,话题一直强调要,让孩子胖腻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孩子有天赋,作为父母即使心疼也不能说,在徐于的心中父母的陪伴,给了他最大的动力 北大招考爸爸和教练在寒风中,整整等待了一天正和善说,就怕孩子打不好,提前出考场情绪不稳 所以我们一直守在外面徐爸爸不停的在考,场外走来走去停下来实在太冷了北大梦的实现徐于 首先想到的是给了所有关心和支持他的家人,老师和同学一个最维码的交代 原先北大根本不是我的目标,所以对他并不熟悉线,在愿望实现了我会去好好熟悉我的大学 我觉得这将是我新的起点,绍兴多所学校成立竞技体育项目训练基地 俗话说调杀大陆通罗马徐于的成功让许多父母都看到了静宁校的另一条路正和善 说,打乒乓球要的是冷静的头脑和场上的,爆发力最晚在幼儿园中班就应该开始训练 但像徐于这样的苗子并不多少千青少 年乒乓球竞技体育的水平在全省排名并不靠前相比杭州、嘉兴、宁波等都是落后的这个 需要大量的基层教育的普及,才能做好人才的梯队建设省内 有些城市2010年后出生的孩子都已经出成绩了 据了解在绍兴的小学,初中都建立了针对性的竞技体育项目业余训练基地 比如踏山中心小学的乒乓球训练基地、培新小学的国际象棋训练基地、科桥区实验小学 为区籍羽毛球训练基地科桥小学位区籍足球业余训练基地在盛州、周济等中小学还有基建、跆拳道等项目 有的学校更成为国际级的专项体育特色学校 浙江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等为各类传统体育项目的人才梯队建设搭建教体合一 平台这类学校都会在一定年龄段内对孩子的水平进行测试选拔后被力量集中训练 郑和善说学校在训练与学习中会平衡关系 在科学合理的教体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 下培养出具有高文化素养的运动员队伍来源 腾信大致网详情关注中国状元学习力讲师团 北大清华教育资源讲师团